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家安全局近期对他采取强制措施进行审查 此前 澳大利亚外长佩恩要求中方公平公开对待杨恒均 又指无证据显示杨被拘留与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事件有关 佩恩表示 澳洲驻华使馆人员已和中方举行首次会议 在会上要求派领事探视杨恒均 并要中方解释拘留原因及杨恒均可能面对的控罪 中国异议人士刘本齐周四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 有些人说 杨恒均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但有一个问题 他有文章 他有一个很大的群体 他的那些文章很有启发性 他还有很多粉丝 这是不可否认的 他的言论对中国社会转型还是很有意义的 目前 澳洲和中国最近的关系处于低迷状态 很多人对杨恒均被捕产生联想 去年8月 澳洲曾以安全为理由禁止华为参与当地无机网络发展 这令杨恒均此次被捕 增添了神秘色彩 葫芦认为 中共拘捕杨恒均应与防止颜色革命相关 杨氏微博的大V 具有上千万读者 杨曾在2011年被中共拘捕过 接着 葫芦与您说说特朗普政府开门提案 在参院未或通过的是 据法新社报道 在美国联邦政府部分停摆 进入第34天之际 参院周四就两项有关结束政府停摆的方案进行投票 不出外界意料 特朗普的提案未或通过 参院表决仅53票赞成 没有达到提案通过需要的60票 特朗普未得到兴建围墙拨款 一度对处理非法移民的限制让步 包括暂时不以反未成年的非法入境者 但仍然遭不少国会议员反对 包括共和党的党员指该措施 对年轻非法入境者保障不足 这项提案 在参议院是否过关 被视为是对共和 民主两党面对特朗普 建墙要求的党内团结程度的一次测试 此前 民主党掌控的国会众议院第十次通过民主党为结束政府关门提出的一揽子提案 为加强边境安全增播更多款项 但这些款项主要用于增加技术设备和边防人员等 不能用于建造边境墙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意 将在联邦政府终止停摆后发表国情资文 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文表示 不会考虑在其他地方发表国情资文 因为没有地方比国会更合适 他希望政府结束停摆后 尽快发表国情资文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致函特朗普正式拒绝他 下周二到国会发表国情资文 直至政府结束停摆 佩洛西并呼吁特朗普支持众议院通过的拨款法案 使政府重新运作 支付拖欠公务员的薪金 葫芦对此消息感到失望 很多联邦政府雇员没有工资收入 生活将会陷入困境 也会严重影响公众生活 希望特朗普总统尽快采取应变措施 与议会达成一致 最后 与您聊聊金融大鳄索罗评价习近平 是自由世界最危险的敌人 索罗斯11月24日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个晚餐会上 说习近平是自由世界最危险的敌人 他警告说 威权政府将人工智能作为控制手段 这对开放社会构成致命威胁 索罗斯重点谈到中国 他说 习近平要使一党制的国家具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威 以中国正在建设的社会信用体系为例 他说 社会信用体系如果开始施行 将让习近平能完全控制国民 索罗斯强调中国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威权政权 但却是其中最富有 最强大 技术最先进的 这让习近平成为开放社会最危险的对手 他说 索罗斯还说 正因为习近平是开放社会最危险的敌人 外界必须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人民身上 特别是商界和那些愿意秉持儒家传统的政治精英 索罗斯还支持严厉打击华为 中兴等中国公司 他说 如果这些公司在全球信息技术领域 占据主导地位 将对世界其他地区带来不可接受的安全威胁 葫芦赞成索罗斯先生的判断 目前国际社会应团结起来 共同对抗习近平的红色帝国 因为它已经威胁到自由世界的安全了 好了 今天就与您聊到这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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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